北京时间12月14日凌晨 随着欧罗巴联赛小组赛第六轮比赛的结束 本赛季欧冠联赛和欧罗巴联赛小组赛阶段正式落下帷幕 代表英超出征欧战正赛的六支球队悉数晋级淘汰赛 这个周中对于英超球队来说国异是美妙的 而对于一架球队来说 本周称得上是灾难周 欧冠赛场中率先出战得纳布勒斯和国际米兰军未能取胜 纳布勒斯客场领导一不敌令物谱 因进球数列是区区小组第三 在热次客场占平巴萨的情况下 国米在主场一比一占平提前出局的埃恩货问 因客场进球列是降入欧连 提前出现的一架霸主由温图斯和罗马 则在客场分别以一比二 不敌博二年年轻人和比二三胜利 今日凌晨进行的欧连杯小组赛中 提前锁定小组刺席的拉齐老 在主场一比二 不敌法兰克福遭对手双杀 而只需占平即可出现的米兰赛 客场一到三出给奥林匹亚科斯 遭遇队使18年来 首次欧战小组赛中出局 欧战成绩不佳的结果 也是直接影响到意大利的欧足联系数排名 目前在总排名上 统计过去五个赛季欧战成绩 意大利位居第三 不过对于第四的德国领先优势并不多 且本赛季的系数截至目前已落后德国 很有可能在本赛季过后 再度被德国反超 虽然目前欧足联系数排名 前四的国家联赛 拥有四个欧冠正赛席位 但是并不能保证在这个规则周期 201819202324过后 仍维持这个分配规则 更多及时足球资讯 欢迎关注头条号球丁足球